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掌握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好 今天在这综合性报纸的头版头条 没有例外的都是昨天普悠马号的翻车意外 史上最严重 18人死亡 175人受伤 好 今天清晨最新的消息是台铁已经抢通了 西线不过目前只能够单线双向行车 而且是慢速行驶 苹果日报今天在头版说 这个台铁的6432次普悠马 是由新北的树林发车 终点站其实是台东 昨天下午在经过了宜兰东山到苏澳新站之间 准备经过其实不打算停靠的新马站 过半的车厢在经过车站旁边的路桥的时候 这列车突然就紧急刹车 结果在车头的第八节车厢立刻出轨 后面的车厢陆陆续续的推叠上来 结果造成了八七六五跟第三节车厢侧翻 其中第六节车厢是翻过了铁轨旁边的围墙 部分车体还直接就挂在树上 第七节车厢整个是翻过了围墙 首当其冲的第八节车厢扭曲变形的相当严重 在这次意外当中第五到第八节车厢死伤是最为惨重的 而在出事的时候又说时速有129公里 因为有一位乘客他说他自己常常搭乘普悠码 这次呢整个路程晃得非常厉害 所以他用手机来测这车所APP的发现 发现说在出事当时的时速有129公里 另外有乘客说其实还没有到宜兰之前 就有两次的紧急刹车 整个电力有些不稳 后来又继续走 还有发现说这车厢当中显示讯息的荧幕 有些异常的情况 但是没想到多久就出现了击杀出事的情形 好那么在台铁方面说 死亡旅客的理赔是530万元 受伤民众看他们受伤的程度而定 而行程遭到延误的旅客 可以在一年内全额退费 现在交通部长已经说 会对普悠码全面体检 包括行车环境车辆 并且把普悠码的全面停驶的关系呢 对于花洞的运输会影响非常大 所以目前就是赶快了解一下原因 希望把整个输运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好当然在各报当中也有昨天 这些在车上幸存的乘客被抛飞 他们非常紧张跟害怕的一个情景 另外这个车子其实才刚刚大保养过 就翻车夺命 车铃只有7年的时间 疑似是自动保护系统关闭而照获的 整个路程上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行车不稳定的一个情形 联邦今天就提到说 这算是最近40年来台湾最严重的 这个铁路意外东部的铁路全断在今天清晨才抢通了西线式单线 双向来慢速行驶 昨天这意外有八节车厢全部都被挤压成像是一个W这个字母的一个形状 乘客被抛出车厢惨死 车厢就像是被炸过一般惨不忍睹 好那么带大型机具掉起了翻覆的车厢之后呢 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说 在现场还发现有些尸块 这些尸块也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DNA的鉴定 好联合报今天那页说 这列车的自动保护系统是不是故障了呢 学证也说是否过弯超速而酿货 现在交通部说台铁要赶快启动调查 台铁昨天的这个应变也非常的混乱 昨天是星期天 很多人都赶着要利用这个铁路运输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或者是回到工作岗位上 但是很多的乘客是苦等不到接驳公车 影响超过万人 有人到今天凌晨才回家 另外协助救灾的关系蓝绿都宣布呢 他们昨天晚上紧急宣布说暂停竞选活动 好 大家在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跟内页当中 也对于这次的意外事件有些相关的报道 其中如果翻到中国时报的内页就说 这个普庸马还是普隆贡呢 有五个疑点有待厘清 中国时的所谓的五大疑点 包括事故前电力就不稳 还有列车急杀 而列车是故障还硬要去行驶 还有是否超过了这过弯的速线65公里 也就是自动保护系统失灵了吗 前面的列车没问题 却突然出轨 疑似是有压到什么义务吗 还有普庸马容易这个魔号轨道 日积月累终于是出现了问题吗 还有就是普庸马的倾斜效率 不如泰鲁格 这个泰鲁格号 那么侦测系统是不是有故障的情形呢 中国时报今天提出的一个质疑 好 倒是苹果日报说着1021魔咒 说10月21号这天真的是宜兰人的魔咒吗 因为在8年前当时的梅基台风重创了宜兰 那个时候创意旅行社的游览车 曾经翻到苏华公路的下方 而在附近的事发地点还有三人罹难 所以那一次就夺走26条人命 现在又是10月21号 在8年前同一天也是夺26条人命 那么这种严重的伤亡 这日期上的巧合也让人觉得有些发毛 苹果日报谈到说 有一个女老师逃过一劫 因为买不到全程票 只好提前下车 不过因为提前下车呢 就逃过一劫 所以直呼使老天保佑 李二报今天内夜说着 撞击变形 越靠车头死伤越为惨重 还有在西蒙站的月台这边 有撞击的痕迹 当然这个消息呢 今天在今天的整个新闻当中 对于这起出国意外呢 还会有后续的报道 好 昨天呢 在中午之前 还有另外一个 有些蛮重要的新闻 就是中游的955000汽油出包的消息 自由时报把这个消息 做到头版二题 说超过20万的汽车受到影响 主要影响的是在北部地区 包括了基隆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苗栗 总共呢 就这个联合报说 有577个加油站 确定是955000汽油的油品 有问题的加油站 已经是紧急的停售 并且回收换油了 最慢在今天凌晨说呢 整个化验完毕 说一定是确认品质没问题之后 才会恢复公油 但中游昨天是自己说 有这样的问题 似乎是蛮有诚意的 不过消息会说 你叫大家来举证自己的车损 恐怕会有难以举证的问题 专家就说 如果你用到这种问题 油的话呢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可能看起来 没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 但是会降低你的一个动力啊 在贫困日报 今天那页也问说 这限时理赔到今年年底而已 中游被挨轰说 根本就是推卸责任 好用到了问题的油品 是不是现在是改加什么 92啊或98油品呢 短期用没什么问题 但是专家建议说 长期最好不要这么做 好怎么说呢 因为七机车 如果你用的是 非原厂所建议的 这种无前汽油的种类的话 可能会出现燃烧不完全 引擎出现爆裂声 或者是车子开起来 会比较没有力的情形 所以这是有关于中游 昨天说他们95 无前汽油出包 但这后续还会有相关的一些效应 好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在联合报的内页说 然后日本的避震的油压大厂 KYB呢 昨天传出说 他们篡改了制震的一个数据 而且把没有符合标准的产品 是输来我们台湾了 那这部营建署 对此是高度的重视 官员说 今天一上班 就会立刻发函 请各地方政府展开清查 确实的了解 他们清查结果出来之后 才能够做决定 在三天内 中国时报说 他会给出名单 还有就是这个制震器 是不是在北夷公路这边 也有使用了呢 中国时报也提出了一个质疑 好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有调查局的局长吕文中说 有中资金元特定的候选人 有关于这调查局长的说法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 二体还有内页当中 有相关报道 跟选举有关的消息 当然今天有蛮多篇幅的 像是联合报就说 选前一个月 现世版图蓝喊十一 绿要保十三 还有在台中这边 就是龙燕五五坡 新北市朱赖的前哨战 就是包括了朱立伦 在新北有不能输的压力 更是赖奎的故乡 甚至被形容叫做 朱立伦跟赖清德之间的 一个前哨战了 在中国时报 今天的内页当中 则谈到新北的选情方面 虽然说要撤深奥电厂 但是还是救不了苏贞昌的选情 侯友营目前是领先了 百分之十八点一 旺旺忠实所做的民调 工商时报间 头版头条说 绿委打算要扩大认定国营事业 今天要审查 下修政府的出资门槛 由现行的百分之五 是降位百分之二十 而行政院这边是表态反对 在绿营这边呢 说要这个修正 国营事业的认定范围 希望呢让这个 这个的标准能够降低一些 这中间也影响到 到时候这个董 董总人士的一些官派的问题 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头条 另外在工商时报的内页说 这大陆的面板厂挖人才 现在也到韩国这边 来挖韩国的人才了 好 今天在经济日报 头版头条说 苹果的iPhoneXR 预购相当的火热 苹果大追单 好 这就是今天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谢谢您的收听